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健康好朋友林冠 讲到健康 天气一冷 这个观众朋友 有没有发现 三高的病人 不只是生命风险大 有的时候特别容易 不舒服 比方说血压高的人 有的时候就觉得 头脚乱乱 这个严股乱乱 好紧 那还有一些糖尿病患 这个慢性病患 这个要控制住 这个血糖 就不大稳定 然后呢 这个温差一变大 心血管疾病的病患 这个罹患相关疾病的 急性风险 就往往会增加 那到底天气冷的慢性病 跟三高的病患 怎么样健康生活来调养呢 待会儿这一集的健康好生活 都要一一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今天朋友们一起分享的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 肾脏科的医生好朋友 江守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心脏内科的医生好朋友 陈冠任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新陈代谢科的医生好朋友 罗隆隆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艺人好朋友 之后姐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阿邦老师 大家好 好 好 问一下江医师 刚刚讲三高的慢性病患 在台湾 其实高达数百万人 因为你把高血压 高血糖 或者糖尿病算在一起 实际上慢性病患 是很多的 那三高的慢性疾病的患者 真的天气阴冷 这个生命跟健康的风险 都比较高吗 你只要看各医院的住院率就知道了 天气阴冷了 住院率马上就高起来 本来没有满了床 马上就满了 拿来急诊室 马上就堆满了所有的人 然后马上就突破九十九床的上限 然后就开始往外面转病了 你就知道天气冷 对人的健康有多大影响 尤其是三高这个问题 那你知道吗 三高本身 其实你去看 他的严重度 其实跟癌症也不遑多让 为什么 你如果看个卫福部的数据的话 你把第二名 第四名 第五名 第八名 第九名加在一起 其实这个跟三高都有关 加在一起 他的死亡率会超过癌症 对 这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是说 三高非常值得我们节目去关注 为什么 因为他是一个比较好控制的疾病 他不像癌症 有时候努力了半天 也没什么结果 对 可是三高你只要决心去努力 以现在的血压药 血糖药 其实在臨床上 已经很少看到病人说 他都有规则回来看 都有规则吃药 结果他血压也不能控制 血糖不能控制 血压高到两百六什么 我跟你讲 我好几年没看过这种东西 不过有一个问题是这样子 因为三高他是一个慢性病 每一天都要控制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就会松懈掉 像我有一个病人 企业界的老板 才四十出头税 他本身有三高 可是看病就是 坦白讲就是有一大没一大 像我们当朋友还会催他 跟你要记得去看医生 他自己就常常不当一回事 该吃药 有时候拿一个月要吃两个月 吃三个月再吃 结果到某一年的冬天 他就在这gym里面 他有觉得自己体格很重要 在gym里面活动 就运动运动 突然间倒在地上 然后送急诊室 脑部大量的出血性中风 然后在家父病房里面躺了一个多礼拜 因为意识情况都没有恢复 大概就三分四分这样子 事实上后来我是劝告他太太说 不要再坚持下去 因为再下去 他辛苦 你们家人也辛苦 到最后连小朋友的孝心 你都看不到了 因为长期的卧床 这个对家人太大的吹产 就让他走了 所以从这个例子 你可以知道说三高 虽然还是好控制 你去不去控制 他一样给你出很大的事情 而且更糟糕的之一点 这个是人性的弱点 叫做什么 叫做愚人为果 智者为因 聪明的人都知道说 原因我要控制住 那比较笨的人 他就会看到结果 才知道很害怕 可是看到结果 always是来不及 对 像台湾有一个大问题是什么 台湾的三高的控制 根据我手上看到的 包括外交协会等等的数据 我们跟美国 跟其他国家比 大大的不如 那这个就很冤枉 因为我们吃的药 也是国外进口的 至少是外国人发明的 我们自己没发明什么药 我们吃人家的药 然后我们看医生的比例 是人家的五倍 平均我们看 一个人看十五次门诊 美国人看三次门诊 我们投入那么多的医疗资源 结果控制 结果不如人家 为什么 因为我们是处在 为果那一段 我们在治标那一段 我们血压高就来吃药 血糖高就来吃药 我们都没考虑到 要做生活调整 要做饮食调整 接瘾的人要 接瘾 胖的人要去减肥 我们都不做这事 我们就毛起来 就拼命吃药 所以我们就是 那种属于那种 愚者的 为果那一类的人 所以我们的控制结果 就不好 然后你常常就看到 有人那种 年纪很轻的 美丽人生 然后砰一车打到地上 就挂掉了 所以为什么 将于大家要常常看 健康节目 就是这里 因为健康节目 讲的通常都是因 教你要健康的吃 健康的生活 而不是叫你去吃一堆药 真的 而且陈医师要提醒观众朋友 有的时候 温差比低温还要重要 除了我们常讲 那个低温是我们心脏科 心脏病 耗发的时期之外 其实温差 还是很重要一点 因为其实你从温暖的环境 突然降到寒冷的环境 第一个血管可能会收缩 那所以原本 原本已经有问题的血管 可能会缩得更严重 另外一个就是当突然从温暖环境 移到这个寒冷的环境的时候 其实会促进我们身体的 这个自律神经 尤其交感神经会兴奋 心跳可能会加速 那如果血管本身就有斑块的 很有可能会在这时候 会发生一些斑块脱落的情形 就是我们讲的心肌梗塞 那其实有统计 就是说当这个温差差十度以上的时候 平均死亡率是增加三成 两个礼拜内 所以这个是一个大略的数字 所以说这个温差 其实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那我之前碰过一个 就是大概七十岁左右的 退休的公务员 那他的嗜好就是去泡汤 那其实很舒服 而且在冬天泡汤 其实蛮舒服的 那有一次他就是去北头泡汤 那他去一个 相对来讲比较高档的 有半露天的那种户外池 那天刚好天气比较冷 所以泡的时候很舒服 可是起来的时候没有做好包 所以起来其实人是很冷的 所以他就在那个起来的瞬间 就觉得很不舒服 那后来去房间躺了一下子之后 稍微好一点 可是一直都没有完全改善 所以他最后还是去医院治疗 就急诊医 马上帮他做心肌梗塞 所以的确就是在 当然回过头来 我们发现这个老先生 他本身就有三高的问题 但是就像江医师讲 他没有控制的非常好 所以在那个当下 一个温差的反应之后 他的血管就产生一些 斑块玻璃的情形 那所以后来 也就是发生所谓的心肌梗塞 那还好后来心导管 帮他处理之后 人事恢复正常 不过长期来讲还是一样 我们还是要把三高控制好 避免再发生再次的事情 而且卢医师要提醒 观众朋友 很多慢性病患 其实也都伴随着代谢症候群 是的 我们很多慢性病 在还没有被诊断之前 我们有一个叫做 代谢性的症候群 那他其实大概有五个项目 像之前有一个 41岁的我们的一个 男性工程师 他平常工作都很忙 工程师 那所以他运动的时间 都比较少 那他当然是 那个很爱吃一些 高热量的东西 特别是一些油炸类的东西 但是公司每年都会做健检 那健检都会告诉他说 你的量下 你的腰围 哇 90公分以上 他大概都94 95 然后再看他空腹血糖 大概都可以到110以上 都快接近120了 然后三酸甘有值又很高 都接近200 所以那时候在门走 我就跟他说 你看一下 大概符合三项 你大概就是一个 代谢性的症候群 那为什么我跟他说 代谢性症候群很重要 希望他可以做一些 健康的管理 可是他都觉得说 反正我这三五年来 我的检查大概都是 每年大概都是这样子 他就觉得还好 我说那这样子 可是你很快 就会搭上另外一波的 双胞胎的流行病 为什么叫双胞胎 我们大家都叫双胞胎 大家就是手牵手 一起来报道 那这些代谢性的症候群 很快就容易跟糖尿病 一起发生 果不其然 他去年的那个 二月份 他就跑回来说 罗医师我跟你讲 我被诊断糖尿病 我这一次抽血 我发现我糖化血色素 有8.5 他就是一副 那个壮士断碗的 那个表情 跑到门诊来说 我下定决心了 我要做我的健康管理 那他真的也是到 诊断到有疾病 他才愿意做一些管理 那对他的控制的部分 他建议了他一些 比较适合他的运动 那帮他找个营养师 跟他做一些 饮食的味教跟设计 然后再配一些 口服血糖的药物 其实他很快 他其实服从度很好 三个月之后 他糖化血色素 大概就可以降到6.5 那因为他很担心 他后面有的一些 心脏血管方面的问题 所以他非常严格的 控制他的饮食 所以他这半年来 他大概都不用吃药 他大概就可以控制 血糖都很正常 接下来 姿佑姐姐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姿佑姐姐要分享的是 高鲜醉鸡柳 这个是照顾小亮哥的料理 其实因为我自己也很爱 因为鸡肉 对我来讲其实就是 第一因为鸡胸肉 它就是热量比较低 然后呢 其实它还蛮好料理 那我刚刚有先抓了一点香油 然后抓了一点酱油 然后再一点点的那个花雕酒 所以它有点酒香 然后打一点太白粉 因为这样就会比较嫩 不会那么柴 而且鸡胸肉熟的快 对 这就是重点 所以我煮饭 所以速度就会很快 就是这样 那我准备的一个食材 其实就是 在冰箱可以待很久的东西 像洋葱啊 然后红椒啊 黄椒 其实在冰箱都可以待比较久 那芹菜也是 也是 那笋子 我是买那种真空的那种 所以那个也可以丢很久 对 那你就是平常在家里有的一个食材 你想到你就把它摆下去炒一炒 其实就会很香 这个也很百搭 而且这个炒一炒之后呢 全家老小都可以接受 都比较不会打枪 对 而且因为有点花雕 花雕的一个酒香 那小孩子就会很喜欢 所以你这个是变化版的花雕机 是吗 对 花雕机 你看传统的是鸡腿 改用鸡胸肉可能油脂少一点 对 因为我们家 我说实在话 我就是 上这么多节目 然后我都觉得我们家是高危险区 你知道吗 所以我为什么一直慢慢的把一些肉 然后跟我儿子慢慢讲 说服他从牛小排改成 现在吃那个 那个牛的那个牛煎肉 就是瘦肉比多一点的 肥肉少一点的 我们家就是这样慢慢的 慢慢进化 现在还进化到鸡胸肉 对对对对 然后慢慢进化到鸡胸肉 你家里头爸爸妈妈或者公公婆婆 有没有三高的问题 我们家真的什么没有 这些遗传全部中奖 真的吗 真的 我的阿嬷 我自己直系清楚的阿嬷 就是糖尿病 后那个病发症走的 那我公公也是糖尿病病发症走的 所以你看 我的儿子是不是很棒 两边都有 都有 是 那我的爸爸 然后从小又露露的 不要这样子 我爸爸在前一阵子也 也检查出是糖尿病 你爸爸几岁的时候检查出来的 我爸爸七十几岁的时候才发病 那还好 是哦 可是七十几 你说因为糖尿病 譬如说他的病发症的演化 需要实践 譬如说糖尿病走到肾脏病 动辄需要五年二十年 这个都有可能 有人剩下三十年才会变肾衰竭 那如果七十岁才得到 他根本看不到三十年 七十岁 你可以比较把他归咎老化 可是譬如说 如果五十岁或四十岁就得 就太早 对 而且那个都是生活原因 对都会影响到生活 跟老年后的品质 而且病发症会很多 对 所以七十岁还可以接受 对 可是我们 我们现在其实给我爸严格控管 我们有发现 真的糖尿病在饮食上控管 其实可以 可以把它管理得很好 是啊 真的 但是呢 话又说回来 我婆婆其实 她是有高血压的 所以 我们家又有高血压的那个遗传 又有糖尿病 那还有一个就是我自己的妈妈 我自己的妈妈很瘦很瘦 而且我自己的妈妈肉吃得很少 她前一阵子还被检查出有 有那个缺血你知道吗 贫血 然后但是她一直以来胆固醇都很高 所以我就觉得说她是不是那样 人家所谓的高血脂的人 只有姐姐你现在炒香了 蒜末跟干辣椒之后 然后你看我把这鸡胸肉 我喜欢把它炒得这样有点微焦 你知道吗 我现在觉得你这是变化版的公保鸡胸 你为什么一直在帮她做变化一下 她已经从花雕鸡变公保鸡丁了 但是我现在要放洋葱下去了 你这个很百搭 对 好 那这个时候有那个蒜香跟辣椒香 是 然后洋葱 因为我很喜欢吃洋葱 而且我觉得洋葱其实就是在秋冬 是很好防治感冒的好食材 对 我个人很喜欢它 那把它烹调之后甜度增加 甜度就会增加 通常也很受欢迎 那原则上就把玉米水比较不好熟的 好 然后笋子 让它入味 是 然后我这个时候会放 好 这个是蚝油 这个是咸度 对就是它的咸度 刚刚辣椒是干香跟微辣 对 我放一点咸度 所以你这一道料理分享的 做家常的料理跟便当菜都非常好 可以可以 这个其实再蒸过也不会难吃 放一点点水 好 少量的水 我们台湾人有很多人传说中说 血压氧会伤害肾脏 不要忘记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肾脏病 血压越高 肾脏坏率越快 冬季的补肾气 补阳气的想法 去让它的来年的秋冬天和春天 会达到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 引发不要过敏诱发的效果 我们把刚刚的这个酱料 跟所有的食材拌一下 然后这个时候厉害的来了 放一点花雕酒 好 像花雕 像花雕 然后把它盖一下 焖一下 把它焖一下 那焖它的同时请教一下陈医师 天气院呢 这个很多观众朋友都觉得血压比较高 血压一旦比较高 心血管的风险也会跟着增加 就分享一个案例 这也是最近大概 可能两三个礼拜之前的一个案例 有一个国中老师五十几岁 数学老师 上学途中突然就是觉得胸口不舒服 因为那两三个礼拜前有一段 有一段时间是很冷 当然最近有冷有热 那一段时间有一次是非常冷 他就早上去上学 上课的途中突然觉得胸口很闷 然后刚好 他的学校在我们医院附近 然后他就请休息一下 就觉得没有好 就请他的同事带来 一来之后就像刚刚那个患者一样 急诊马上会做心电图 一做就是心肌梗塞 然后所以赶快就联络家属 一开始我们还以为他同事 他太太 他男老师 他说不是 这不是他太太 同事也吓一跳 说我不是他家人 我说赶快叫他家人来 对啊 然后就七手八脚 赶快把他推进心导管事 后来就帮他处理好 那后来才发现说这个 这个老师 他其实本身就有血压高的问题 那天天气冷的时候 其实再凉的血压 在他来急诊 第一次凉血压是非常高的 对 其实这里题外话 就是说急性心肌梗塞到急诊凉 其实我们比较喜欢看到血压高 而是血压低的话 我们会比较担心 为什么 那个就代表 我认为心肌性休克 那个是很危险的 所以在急诊的时候 反而希望他血压高一点 那当然不要太高 那所以后来这个病人 我们处理好之后 我就跟他讲说 你的根本问题还是三高 就像刚刚各位医师有提到 你这次紧急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长久下来 你还是要把三高控制好 你才不会发生第二次 因为我们不能担保 你每次星期葛三 都能把你救回来 因为还这个数学很困难 大家还要好好学 所以 因为我记得在家务病房的时候 那个我跟他聊天的时候 旁边的护理师说 我最讨厌数学 我说不会 数学蛮好 蛮有趣的 好可怕 同一时间 我们之后节的这一锅已经闷好了 其实他闷一下 因为他其实鸡胸是很容易熟的 焖一下其实就OK 然后这个时候就简单的来了 你就把 像我很喜欢这些甜椒 好 然后这些维他命E很高的食物放进去 然后芹菜 其实芹菜好像也是对血压 很有帮助的一个食俗 对 而且也有膳食纤维 对 然后我放很多的葱 好 把葱段当菜吃 是 然后放一点白胡椒 我是 我觉得就是看个人 像我就不会再加盐巴了 因为我自己没有吃很咸 对 因为你刚刚那个 我用蚝油 或蚝油都有咸度 对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 他们的鸡油 尤其这个鸡胸肉做 又酸 又没味道 你知道吗 那这个做法做出来 其实就是加了花彪鸡的香味 所以它香味非常有层次感 而且完全没有这个鸡胸肉 会色 不就口的感觉 花彪鸡可能就有一个画龙点睛的效果 所以它的味道层次就非常的丰富 不过话说回来 吃这些东西 盐巴少放一点 这个是一个必然的准则 尤其是有三高的人 像我门诊曾经有一个病人 他才五十几岁 那肾脏就坏到第四期 那当然就面临要洗肾的风险 所以就后来从我医学中心 转到我门诊来看 我仔细看人家的给他治疗 我觉得蛮好的 而且他蛋白尿本来去看的时候 蛋白尿三四架 蛋白尿控制他这样一架蛋白尿 可是很奇怪就是他肾脏症一直在变坏 你知道吗 就在门诊一两血压 哇一百八一百 我说你在搞这么鬼 怎么会有这样的血压呢 后来问清楚你知道吗 他有吃肾脏的药 可是他不敢吃血压药 我们台湾人有很多人传说中说血压药会伤害肾脏 对 所以他只是肾脏药 血压药不管 可他忘记一点就是说 其实我们不管你是什么肾脏病 血压越高 肾脏坏力越快 这是所有的肾脏病的准则 因为肾脏一旦生病 他就受不了血压的牢令 所以你血压高 肾脏就坏得快 而且我要跟大家郑重的声明 其实我跟你讲 任何血压药要上市 只要有肾脏方面的副作用 会伤害肾功能的 通通上不了市 因为在美国肾脏病 最主要的来源 就是来自于高血压 所以美国的尿毒症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跟台湾不一样 台湾是糖尿病 美国是高血压 所以美国人怕死这个事情 他绝对不会容许任何一个血压药 会伤害肾脏 然后还上市 他还制造很多人像毒症病人吗 他没那么傻你知道吗 所以其实国人真的不需要 因为担心什么吃药久的会伤害肾脏 其实我跟你讲 大部分是控制好血压 他才会伤害肾脏 血压药基本上不可能会伤害肾脏 那中医的逻辑里头 冬天本来就应该要养肾 所以在中医来说 冬天在跟西医比较不同一点 是我们倒是会把它想成是一个 把化危机为转机的一个季节 那我有个病人是一个调整体质 非常现在非常成效非常好的 是一个大概20岁左右 他是20岁185公分 他是一个大学的篮球队队长 然后来这边的主宿就是一个鼻过敏 还有一味性皮肤炎 你就把它想象成一个185公分 然后没有嗅觉 每次都留两条鼻涕 鼻痘鼻塞 然后全身全脸烂光光的一个 小类似帅哥的一个男生 那你知道他的一个主宿就是 他本身来说就是因为在台中又很热 篮球每天都是篮球队队长 每天就是又热 包括空污皮肤又很差 他就复发的很厉害 再加上他过去疾病史是他有气喘的病史 所以在长久在20年来 他也是用了西医中医的调整 可是我们就发现说 他最近好像有越来越严重 因为在中部已经待了三年 肝诱发的空气污染都出来了 PM2.5都出来了 他皮肤又开始恢复到小时候那么烂 那怎么办呢 结果在刚好现在冬天 台中也比较凉了一点 凉爽一点 我们就跟他说 那这样子好了 我们来用一个冬季的一个量补的方法 第一个是我们用了三九贴 三九贴是在穴位附贴 达到一个穴系统的下降 过敏的抑制的一个情况 让他的安定性 第二是我们利用冬季的一个特殊性 就是冬季补肾的冬季养肾方 那你说冬季养肾方是什么特色呢 我们用了一个中医比较特别的事 像当归生姜羊肉 很简单 也不是像药膳排骨或食权 大骨那么嗡嗡的 就当归加生姜加羊肉 请妈妈从中秋节之后 就是顿补到过年给他吃 让他在一个冬季的阴晶内守 在一个冬天的一个冬天补精气 内守阳气的一个过程 再加上秋收冬藏 冬季的补肾气补阳气的想法 去让他的来年的秋冬天和春天 会达到一个免疫系统的一个引发 不要过敏诱发的效果 那这样下去之后 你会发现他有点类似 姿佑姐姐的一个补养 姿佑姐姐你会发现 他没有加任何的中药补品 可是他加上一个酒精的一个补助阳气 刑气 再加上他用了很多的辛香料 再加上他用了一个中医 比较常用的大鱼大肉 可他没有 他用了鸡胸肉去补充蛋白质 让如果说你不像这小弟弟 他可以吃大鱼大肉 是一个高血压高血脂的中年人 他也可以达到用药膳跟中药 跟蔬食的一个枸杞的想法 去达到一个免疫系统的补充的效果 而且罗医师也有提醒观众朋友 秋冬如果血压失控 也要怀疑 有没有可能是内分泌失调 是的 那前面各位几位医师都有讲过 那当说你有高血压 你有再吃一些血压药物控制 那你一直真的乖乖都有吃药 但是血压都控制不好的时候 可能要考虑一下 你不单只是一个原发性的高血压 可能还有一些是导致内分泌的一些问题 导致的所谓的刺发性的高血压 像我这边跟大家讲一个门诊的一个 年轻的弟弟 大概就三十几岁 他是从肾脏科门诊转过来的 那他去肾脏科主要是因为 他那个血液里面甲离子太低 大概到2.1左右 低到多我们会担心 他会心律不诊 要跑去心脏科 那平常在家里面 他有够够量血压 可是大概都收缩 要都150 160左右 这表示他血压 其实真的控制得不好 而且他已经吃到三种的血压药 是一个顽固型的高血压 刚好这一次抽血 看到他甲离子低 所以肾脏科医师就怀疑说 它是一个内分泌的问题 就转到我的门诊 那确实在门诊这边 帮他抽血验一下 非常高度怀疑 它是一个原发性的 全固酮增生症 因为他血液里面 那个全固酮非常的高 那以后我们就帮他 排了一系列的检查 后面就去帮他 做了一个电脑断层 确实看到他在左边的 肾脏线 有一小颗1.2公分的结节 大概就是一颗小肿瘤在那里 刚发生的时候 你要很大的努力 去改变你的生活 因为你如果不改变 沾高每隔一年 打医生来拜访 三年之后 他已经什么都有了 体重一定要剪下来 高血压是血管 硬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 血管会很容易就产生 所谓的狭窄算塞的问题 确定说是那颗肿瘤做挂 我们帮他转接到外科 帮他做了一个小手术 把肿瘤切除之后 他血压就慢慢慢慢下来了 那大概一年左右 过了一年之后 术后一年 他大概就再也不需要吃血压药 血压就比较稳定 所以有时候 其实高血压不单只是说 你是一直去加药 可能还要去考虑一下 说你有一些其他的问题 要去做处理 而且陈师也要提醒观众朋友 秋冬如果要避免血压失控的话 有六个原则要特别注意 我们常讲的高血压 其实九成五是所谓的原发性 就是说你到一定年纪 因为血管退化 产生了高血压 这种其实我们国家统计 六十五岁以上三分之二的人 有所谓的原发性高血压 所以你随着年纪增生 其实你有血压高的问题 其实是几乎是必然的 但是有些人是年纪轻 血压就很高 像刚刚这位案例十几岁 就发生高血压 而且血压高到说 几乎控制不下来 这时候就要怀疑 可能有其他的原因 这就是剩下百分之五 刚刚罗医师讲的 续发性或刺发性高血压 那里面原因很多很多 所以来外我们门诊 不管是内分泌科 或是心脏科 或是腎脏科 原则上只要是年纪轻的 一般我们讲四十岁以下 血压就非常高 然后完全没法控制的时候 其实我们各科医师都会警觉 就会帮他抽一大堆的血压 做一大堆咽尿等等 有的没的 就要看看说 他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不然很少会那么年纪轻 就发生高血压的问题 这大家记得 就是要告诉大家 就是说你不是年纪轻 你血压高就吃药就对了 其实有时候你潜在问题 没有解决 也许也许你一直吃药 并不是解决的方法 那回到天气冷血压的问题 其实天气冷血压 是有可能会上升 这个比例是蛮高的 因为回到血管收缩 这个问题 血管收缩 血压可能就会高起来 所以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案例 像我们门诊 有一个七十岁的阿姨 他就是平常 他夏天的时候 其实血压要甚至吃半颗 一颗就OK了 可到冬天有时候 会吃到两颗 因为他如果不吃这样的血压 他血压就会控制的不好 那所以其实他来到我们 其实我们也是 跟他观察了一年之后 发现他的确在天气冷的时候 血压跟天气热的时候 血压可能会到二十到三十 这个毫米拱柱的变化 所以除了加药之外 我也跟他讲 我们大概可以做一些 生活作息的调整 毕竟药物 我常讲我们医生不是卖药的 不是说多开给你药 我就赚的比较多 这个其实我们也赚都一样 而且健保用药不好赚 所以其实我们 开几颗药 对我们收入是没有差 所以我就跟他讲说 除了用药之外 其实我们有几个方法 可以做生活作息的调整 第一个当然 就是药物的调整 以医生为主 不要自己随意调整 那每天固定测量血压 目前建议是早晚各一次 当然有些人可能上班族很忙 但是我们希望至少一天能看到一次血压 那尽量补充水分 天气冷的时候水分 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补充一点水分 让血管 血管不要处于太干燥的状况 那在第四点 在室内运动 这其实说实话 这个也可以在室外运动 这种重点是你要注意保暖 就可以 所以在室内运动 只是希望你不要 曝露到冷空气的情况 第五点就是注意保暖 第六点就是刚刚我们提到 姿佑姐姐讲的 这个我们不要吃太咸 吃太咸其实对血压非常的影响 所以饮食要做控制 只要能做好这六个原则 其实血压弄程度 是可以降低不少的 好 接下来我们阿芳老师 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今天要烧这个萝卜丝会三鲜 对 用时令的食材来烧 就是最方便的料理 所以萝卜直接刨湿 对 我今天用刨湿的 然后煮一个在天冷的时候 但是它保有清爽的汤菜 对 好 然后我现在在锅子里面 摆一点点的油 冷油 我把虾米放进来 去爆香 然后今天其实很简单 这个刚刚讲血压高的人 可能红肉稍微要控制 对 所以你只有少量的角落 而且今天是很瘦的角落 对 非常瘦 非常瘦 很心瘦 今天是很瘦的角落 然后大概搭配了一点 虾子 然后一点这个是 花枝 鱿鱼 口竹类的 等于说三鲜 里面最少的就是肉鲜 对 而且是挑瘦一点的肉 对 全瘦 好 这个如果挑肉丝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我是要它贡献 它的一点点的鲜味 就肉鲜一点点的鲜味 好 把所有瘦的肉都炒散了 然后萝卜丝下去 我就可以把大量的这一条 20块就可以搞定了 而且萝卜丝 炒成丝之后很好烧 对 它好烧 而且烧起来软嫩 然后如果我现在在它们中间 都夹上了肉丁肉末啊 它烧出来就会特别的鲜美 对 然后也烧得快 对 那你现在看到我放大量的原因 是为什么 因为其实它应该也算在 如果做菜的人来说 你现在看到的它是萝卜 你切块它就是块状 但是当你刨湿了之后 它等会很快就软绵 就会变成大量的水 那其实你吃到的每一条萝卜丝 未来它等于都是每一口都是汤 对 即使它是萝卜丝 也都是带有水分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我现在就加瓶水 好 不用太多 差不多瓶我们的萝卜丝 对 那我们就可以来盖着它 来煮它 好 先去煮第一鲜 好 然后现在再来第二鲜 双鲜我今天用了这个 蝦壳我已经剃掉了 对 把虾壳我只有留尾巴 然后这个季节口足类 也开始了像花枝啊 鱿鱼啊这一类的 那我把两者先都把它放进来 因为我想要在这里面 腌一点点的味道 好 我放一点点的鱼露 少量的鱼露 放一点点的酒 酒 去腥 对 然后少许的胡椒粉 白胡椒 不用多 哎呀 这个稍微让它有一点入味 对 我要做类似花枝羹 鱿鱼羹 在外面可能会吃到很多的淀粉 可是在家里面 妈妈可以实体 用很新鲜的食材 就自己在家里面 简简单单就能做 好 然后我在这里面拌上一点点的 这个地瓜粉 这么简单啊 嗯 然后先上来 好 我把它们拌上了 海鲜真材实料 真材实料 然后来 再来我们就要来变生了 我先把它浆上第一次粉 对 好 然后呢 我戴上手套 嗯 那它的那个鱼露是调整它的入味风味吗 不然的话 它其实等它的 去煮了之后 本身等会包覆起来 嗯 你在外面吃的那些 像什么肉羹啊 鱼羹啊 它可能调味料会加的更多 对 那我们在家里面 妈妈就适度的去加 这样子就可以了 好 然后你可以看到 现在我上面已经有挂上了 对 这一点干粉 这时候你放上来 第二层 第二层在裹上干粉之后 哦 虾排 虾排根就好了 哦 哎呀 真的 这样就不用买大草虾了 对 而且它等会因为我们的 它的口感组织是被我们压过了 所以它就不用打姜 等会你们大家吃起来 好 它也会觉得它的口感是嫩的 是滑的 然后是脆的 因为它还有保有它原来的 哎 所以自己做虾仁羹很简单 很简单 而且是叫真材实料的虾仁羹 你在外面虾仁羹 才不会这么大只的虾 我觉得我们今天播完这一集 明天每个人妈妈都在做 明天都演这个海鲜羹 因为你买个 比方说花枝套丁也不难嘛 对啊 就是回来切一切 然后你可以看到 然后虾子也不难嘛 对 然后我今天就是 没有用那个大量的羹水 而是用的萝卜 现在我把它刨成银丝这样子 就银螺 然后再当我们的汤底 而且这个感觉是五星级 待会可以出来五星级饭店的菜 可以期待 对 因为你就会摆盘很漂亮 很吉祥的那个虾牌 对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如果你觉得它的粉不够 因为它太湿了 好 这样子我们就降上来了 好 然后呢 像这边吃的味道吃够了 对 对不对 这边 我剪剪它 太多水 酒水已经泡了一段时间 你就不要它了 好 拿上来 它要不要再裹干粉 一点点 哦 就是第二次 因为你第一次下 它一定会被海鲜的水分 吃掉 吃掉 好 然后这样子两次 好 好 那这个时候我们都处理好了 来看一下 刚刚我们炖的这个 白萝卜 好快哦 很快 然后其实现在这样子啊 你只要一点点盐花 基本上胃口淡的人 已经会觉得很好吃了 对 因为萝卜也甜 对 然后萝卜它煮了之后 化棉它就会像很多的浮板 就是把 它是浮在上面的 所以现在你怎么样放 你都不用担心 它会沉堆 它只会一直浮在上面 而且它有一点点像增架 对 它就像增架就被增 这个真的是厉害的 而且这个可以扳倒车 我们说食材有轻重 对 那你就用 简单的 熟的 然后有变化 对 然后把虾排跟花枝 这个放上去之后 把它抖上来 我们再盖上锅罐 焖它 对 那很快熟了之后 最后来调整味道 好 那我们稍微闷它 等它煮它 那也请教一下周太医 刚刚讲 这个很多慢性病跟三高 大多数都是吃出来的 那天气呢 又有很多观众朋友 特别爱进补 这个也要特别小心 对 其实基本上坐临床 那么久 对一个视病如亲 嘴巴又尖酸 刻薄的女中医来说 我常觉得冬天就是 你要多穿衣服 为什么要多吃东西 这个EQ的问题我真的一直搞不懂 不是IQ是EQ的问题 但是还真的有人是 他很认真 可是一直踩到碟板 踩到地雷 像我有个病人 他是六十五岁 他是有了一个小孩 也有孙子一个女 女病人 他是从加拿大 回来定居的一个女生 然后他本身对养生 非常有研究 而且非常积极作为养生 可是他是一个十年的糖尿病患者 但是在加拿大的时候 控制不是很好 再回来之后 经过西医的治疗 很特别 他从十点一回到了七点九左右 可再也怎么样也下不来 可他对养生和中医是有 有兴趣的 所以回来台湾之后 就长期在我们这边一年多 也不错 在西医中医的治疗之下 他的血 那个糖化血次数 从七点九 也降到他六点五左右 可就有一次 再回到加拿大探亲的时候 就发现回来 就不对了 六点五已经慢慢往上 往六点九 我说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那边的亲戚告诉他一个 就是用了苦茶油 红麴酱来做拌面 我说很棒啊 苦茶油是一个三大油品 世界三大油品 红麴也是酱血脂 酱血糖也不错 为什么这样 他说不知道 我都很养生 我都有看节目 然后我也在看吃药 中药西药我都没有停过 他有说那你就把你的食物日记 食物照片拍给我看 我一看 不得了 那个苦茶加红麴酱 里面有坚果 所有的坚果 碎粒加花生碎粒 再加上一些盐糖油之类的 然后呢 每天用馒头去拌 馒头去抹 然后吐司面包吃四片 拌面呢 吃两三碗 你这样子不到六点九 七点五 我也真是佩服你 所以我们看他的饮食照片 发现不对 你必须要改变 这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冬天真的到了 他不吃会饿 糖尿病患者是不能过饿的 我们说那你这样好了 你不要把那个拌酱 跟吐司或面包 你可以学阿方老师 我们来拌沙拉或菜 或拌海鲜 或刚才姿佑姐的鸡胸肉 他用这个来拌到改变食物的方法 果真大概在六点九之后 大概不到两个月 他又回到差不多六点四左右的 糖化血色素 所以我觉得饮食的改变 生活改变 是会达到对冬季养生 是有帮助的 就是糖尿病患 基本上要控制跟降低精致的面食 刚刚讲的馒头或者是吐司 或者面条都是面食 那同一时间我们阿方老师 这一锅也好 很快的应该闻到海鲜的味道 你打开的时候 所有的 它很简单 然后来放一点点的微微的盐 来提一下味道 不要放咸 因为我们海鲜有味道了 然后少许的白胡椒粉 再提一下一点点 再来白萝卜的好朋友 来一点点绿的芹菜 然后现在再有银螺 我们讲说这个季节 妈妈你说我今天走的是很有意思 就来一点金丝 什么叫金丝 金丝就是把蛋煎熟了 洒一洒就金丝可以领钱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桌 在外面吃到这个 不管虾子跟他的花枝 完全没有泡过药水了 真的是很难而已 很珍贵 然后萝卜丝也好好吃 对 然后很甜 而且这一川里面虽然它有一点肉蟹 可是最主要是以海产为主 所以这个是在冬天来吃 即使是山高人吃 也不会增加你的代谢负担 因为在这里之后 优质蛋白质 那不会有什么饱和脂肪 有的没有的东西 不过坦白讲真的 山高这个事情 其实很有趣是 他们这三个疾病 他好像是一家人一样 只要有一个人关乎你家 马上其他人马上就来拜访了 像我有一个才37岁的病人 他才得了糖尿病 那一年之后就发现有高血脂 那糖尿病病很容易有血脂异常 你知道吗 这个比例其实高到三四成 然后再一年连血压都高起来 因为糖尿病基本上算是一种血管的疾病 所以它很多血管的反应都有问题 血管不容易扩张等等的问题 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反复的讲说 你对于这种慢性病 你应该要从各种生活面 饮食面去探讨降低它 以及它刚发生的时候 你要很大的努力去改变你的生活 该接应该减肥的 该吃什么东西要改变的 通通要改变 因为你如果不改变 就像我那个病人一样 这个山高每隔一年来一个来拜访 三年之后他已经什么都有了 然后你要知道健保 花最多钱 门人花最多钱是谁你知道吗 就是糖尿病病人 因为糖尿病病人通常合并的什么 高血脂 合并的高血压 所以病人也很辛苦 他虽然花了很多健保资源 可是他一吃一把药 一吃就是一把药 病人也很辛苦 所以为什么说 从刚开始就应该好好处理它 而不是等事情爆发了 然后一样一样都来了 那你才吃很多药 那希望能怎么样 那时候也不能怎么样 真的 那罗医师很多观众朋友 有一个刻板的意义 天气冷血压会高 那事实上对于很多 这一个糖尿病患来讲 天气一变冷血糖也比较容易飙高 我们血糖的控制 其实有很多的一些药事要做 像不单只是饮食的部分 要定时定量 然后我们再来就是运动的部分 也要固定的做 要控制一下体重 那再来就是血糖药物的部分 也要好好的吃 定时的吃 按照医祖师 那这样血糖达标比较早一点 那这样对血糖控制比较好 那另外就是还是会希望说 在家里面时不时可以监测一下 自己的血糖 像到冬天的时候 像之前就有一个病患 他已经退休了 那68岁在家 他其实平常血糖控制的都很好 那他这四个项目 他都也都做得很好 可是观察他过去这几年 看他每到冬天 他那个糖化血色素就开始往上爬 就会超过7 甚至最高到7.8 那他自己记录的那个血糖本本来看 他也是每次看到他在家里面 那个血糖波动 都开始有一些出现了 那问一下他这几项 他其实都有做到 可是因为冬天 因为天气太冷的时候 他就不敢出去运动 因为他觉得天气冷 那个血管受不了 老人家有时候年纪大 所以他常常早上 那个清晨出去运动的 那个行程他就取消了 那其他都有做到 那就说要怎么办 我就跟他说 不然你就室内运动好了 那室内运动就跟他说 你可以选择一些 大家给他设计一个组套 那站着的时候 你就可以做一个 你去靠墙 做一个深蹲的动作 那或者是你坐在 站着大概坐好 然后坐下来 我们可以举个哑铃 那如果没有哑铃 就跟他说 你可以去买个 这个大家家里面都有 矿泉水 就可以做一个举哑铃的动作 坐着的时候 那接下来躺着的时候 要怎么坐 躺着的时候 你可以就是躺平 双脚伸直 现在类似一个 像空中踩脚车这样子 那大概这样子一组的 那大概一次做个 十到十五下 那大概做个 四到五个回合 一天大概 一个礼拜大概 可以做个三五次 就这样子 对于我们的一个 核心肌肉群 比如说手背 大腿的一些 核心肌肉群 可以达到一个 维持的效果 不是说练肌肉 大概维持就可以 那也可以避免 老人家的肌肉 慢慢减少 就这样子 简单做一做 他大概 接下来今年 他的那个血糖 就慢慢慢慢比较稳了 就不再那么难控制 也就不再会说超过七 这个样子 那问一下这个 陈医师 我刚刚讲到 三高是血压高 血糖高 跟血脂高 血脂好像是 动脉硬化的杀手吗 对 其实我之前在节目 也常讲 其实像那个 江医师肾脏科 罗医师糖尿病科 跟我们心脏科 三科是好朋友 对 我之前讲过很多次 很多病人一来早上 就三科都要看 因为这血管性的科 几乎都是 病人重叠性非常高 有时候一早来赶着 这科拿完药 要去腎脏科排队 那所以其实三高 几乎都在这三科 比例最高 刚刚讲过血糖跟血压 其实高血脂也非常重要 其实高血脂在早些年 没有那么被重视 但是在最近这十年内 其实非常明显的 就是重视程度非常高 因为这几年的研究 发现其实高血脂 对血管硬化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子 甚至有一个叫做 低密度胆固醇 我们讲坏的胆固醇 它的高低跟那个心血管 将来发生事件的机会 是实现的关系 所以你降的越低 将来越不容易发生 越高越危险 我之前就分享过 之前就碰过一个case 一个大概三十几岁 非常年轻的男性 他没有抽烟 那血压说实话 也不是非常高 那唯一的危险因子是肥胖 他非常肥胖 上班族 然后作息不正常 饮食也不正常 那他来是说 最近爬楼梯会喘 会闷不舒服 那其实我看他体型 我觉得也不意外 我觉得体重的关系 所以我刚才说 可能最明显是体重 因为他没有抽烟 年纪又轻 一开始不会想到 是血管的问题 但是后来帮他排了 一系列检查 发现他的确血管 好像有点问题 所以建议他要住院 做所谓的心导管检查 做起来真的血管 还是有一个地方狭窄 那以三十几岁来讲 这是非常早发性的 所以我们后来帮他 做了一系列的抽血 果然他发现他的 我刚刚讲 那个低密度胆固醇 就坏的胆固醇 正常标准是130 当然现在很多标准 都降到100了 130 那他的 他的低密度胆固醇是180 那重点是 他的高密度胆固醇 就是好的胆固醇 其实才20而已 所以其实 对 非常低 所以变成说 他的血管里面 清道夫很少 他丢垃圾的人非常多 所以他血管会很容易 就产生所谓的 狭窄酸塞的问题 所以后来就跟他讲 你这个一定要 除了饮食运动控制之外 你一定要用一些 我们讲 降低胆固醇的药 这一定要用 才避免说 你才三十几岁 你现在放了一支支架 你还是要维持 未来五六十年 不能让他再发生 所以从今天开始 三高要控制好 而且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体重 一定要减下来 真的 那接下来 周炭一也要分享一个 三高足可以喝的养生茶 对 我们再介绍中医来说 中医有十大抗血脂 非常好的食物 那我们今天帮大家设计 这四种是 十大里面的前四大天王 他就是我们说是 让你的血脂拆刀 高可以虽然走低的一个 第一个是一个柴虎五公克 那柴虎本身里面有皂肝 就是他除了保肝 还有降低胃食道逆流之外 他的柴虎皂肝 就是用来降血脂 所以用柴虎五公克 那山楂本身是 山楂我们有五公克 本身山楂里面 有一些大分子的丹宁 对于扩张血管 动脉血管 还有降血脂 对于甚至像大白兔 我们给他三个礼拜的个山楂 他其实可以降血清 胆固成的效果 那另外我们再更加上一个 核手五五公克 核手五本身是 他里面是有卵磷脂 还有有一部分的一个 那个皂肝在里面 他本身去促进 他的肠胃蠕动软变之外 他却让他的周状 动脉硬化可以减少 还有血脂肪可以降低 那其实里面最重要的是 其实你可以多放牛棒 不用只五公克 你放到十公克 到二十五公克都可以 因为牛棒丝 或肝的生的都没有问题 牛棒本身里面 有一些是牛棒多酚 或牛棒皂肝在里面 主要来说 他是可以去降低 我们所谓最重要的 胆固醇的一个肝肠循环 去让胆固醇减少 让动脉硬化减少 又可以降血糖降血脂 听起来很厉害 但是要记得 很多人不能吃 比方说身体太寒凉的 或是你有肾脏问题 他是膏甲 肾脏有问题 或糖尿病患者 一定要减少使用 会是比较安全的 那我们就用五百cc的水 沸水煮沸之后 再浓缩二十分钟 然后你就可以一天 把饮用完毕 这是我们说的 开膏走低茶 给大家享用 那节目最后 江医师也给观众朋友 一个健康小丁明 天气变冷了 所以每一个人 尤其家里有长辈的人 更要注意这个三高的控制 绝对不能为了这种小问题 然后出现很大的并发症 什么中风 什么心肌梗塞 后来就要感觉 很严重的心肌衰竭等等的问题 预防防围镀健 其实是治疗疾病最好的方法 好 谢谢江医师的叮咛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的 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迫在年代 曼去台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的官方账号的主页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我们的QR Code 加入我们的LINE帐号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准时再见 拜拜 谢谢